你好,我是蘇拉肚子 今天這隻U7要做的部分就是我們常在處理的OBD2的阿瑪 阿瑪排氣閥門款式 來,我們先來看看 它這個配件的部分主要就是 它的原件構成 就是控制阿瑪、晶空框、刷粥 跟OBD2的診斷接坐 它這還有遙控器 可以讓你直接來做控制 包括排氣閥門 這些最重要的原件 這整個組成 它的工廠需要繞耍、勾功 包括焊接的部分 所以說這一般工廠時間看車中 差不多都三四點左右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是駕駛廁 就是腳踏板的上方 我們等一下會控制阿瑪 像這個 這阿瑪的控制盒 還有刷粥 OBD2的插頭 這就是我們 診斷接頭 在使用的就是 平常就是去查電腦 查故障碼 就是都用這種刷子 這主要是要把轉速訊號 就是 因為我們這轉速板 它就是靠 我們演員的轉速 讓你可以用遙控器 來自己設定 它這個開業的時機阿捏 因為這個 就是 有的車主 它是去改那個 單純開到關的 其實這也是要看車中 那不是說 好到賣 因為 轉速控制的 這個 這個 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說 我們可以自己控制 它閥門 它要開的時間 因為有的車 它就繼續 一直繼續 閥門打開的聲 那就是 沒有聽 有的邊邊叫 就是這樣啦 你要達到一定的轉速 齁 這 閥門打開 它的聲音 會比較 比較 扎實 齁 比較猛爆這樣子 那你如果繼續 有的車繼續開 就是變成聲音打一打 再來就是說 它的 繼續很沒力 所以說 這就是 會造型 耗油 有的說 閥門改到怎麼耗油 這就是 開閥門的 實機點 就是 有很大的關係 這樣 甚至有的車 它還會 震動 就是 好像 煙燈開了 這樣 就是 就是你如果繼續 所以你覺得 車來 會很準 這樣 所以 來用 來用 轉速的 轉速控制 然後 還是油門控制 這個部分都可以 可以 這個 實機點 避免掉 這樣 好 現在我們先 為電玩的部分 先來接 好 說到這個車子 我覺得 就是 蠻有心的 因為 它 上 上個月 上個月 就用賴 到我連絡 就是 它一直想 想要做 這行 改裝 好像 剛才 他生日 好像 他女朋友 給他 做生日禮物 我媽媽這 蠻有意義的 因為這算 男女朋友之間的 一個 那個 這 好像 就是 禮物靠送 這樣 因為有時候 禮物 不是說 要什麼 什麼 什麼 很貴重的 就是 自己想要 這個 東西 做禮物 是 對吧 而且 車子 我們 男人 都要改車 改車 做禮物 其實也不好 其實我常常處理到 像 類似這種 情形的 就是 有的 女朋友 有嗎 女朋友 他自己上網去找 然後找到我 他說 就是 先幫我 男朋友 先 把車開 好 這樣 要回來再給他一個 驚喜 送一個 遙控器 這樣 這也是 一個 男女之間的情趣 這也是不錯 因為 我們 改車 一般 是說 實用性 實用性 就是說 這 為什麼 現在 法門的這個東西 也 流行 就是說 它的便利性 有夠 因為 有的就是 排氣管 蓋路 它就是 單一聲音 如果法門 它是可變系統 這都可以 自己切 就是說 我要寧靜的時候 就寧靜 想要 大聲 想要 標一下 就都可以 自己做 切換 我們現在先 扭一下電 這就是 控制盒 輸搖的電源 我接下來 很少 控制盒 的部門都完成了 我們 控制盒 就是 到底 這 保安市 阿馬的 上面 這 速度 固定條 整個整個 整理好 這個 可以蓋上去 這個 後面 這就是 這隻 這隻 講到的 OBD-2 這隻 你如果是 有去 插電腦 做 做 故障碼 偵測的時候 他這 調調 你再插 其實 他這 講這 阿馬 他裡面 你設定好的 數據 它是不會走 所以說 這是不差 只是說 要去插電腦 這樣而已 好 再來 我們現在車先 兔管 兔管先看一下 我這隻已經放了兩條 一條 公 這條 已經說 這條是 那個 電磁閥的 手 這已經都到哪裏 頭部 等一下 要在地板 用這 公路 來 接到後面 就是接這個 電磁閥 這個 我們的 火車頭 這就是 整空 整空 控制 就是 要讓它 導通 它這裏有三頂 可以導通 所以說 它這裏有 法門 全開 全關 接管 還是不一樣 現在 法門 公開 已經 收集好 要 執取的 也已經完成了 現在 就是 後面 我們 開槍 另外一個 部門 就是 U7 中庭的部門 有一個 消音湯 這個消音的成分 佔很大多數 你們 如果法門開到關 它的落差程度 要得出來 這就是要把它切掉 改造 一通告 這就是 這個消音包 要把它促銷 掉 做出了 最多的 最多的 看 有 破損 一段 一段 的 那 都是 第一步的步驟,繼續來看 就是... 中庭,剛才已經有做這個... 它的支撐架,原地湯芯有支撐架 所以它恨夾就是需要 給它釣鵝來釣釣的 這樣... 白虛說,不會的 太大,太大 這個閥門,現在已經燒掉了 這60克的閥門 側向排出就是側排 再來一點,重要的就是... 閥門一般,改裝之後 都會把它吞一點,潤滑油 一般,像這... 恐龍的,或是WD-40的,都可以 我們這個空力的部分 稍微轉一下 作動... 作動機構這個... 有啊... 香檳 香檳,都把它做潤滑 這... 車主其實... 普通時也都要去潤滑 因為第一步的部分,它有很多... 因素 譬如說... 三顆子啦... 或是... 水啦... 褐水... 包括... 白虛的... 它都... 舊來... 你如果沒有潤滑,它也會影響 它會做到 所以說,這不是只有... 喔,改起來就是啦 這普通時的,我們車主齁 就是... 啊... 車有吞起來齁 譬如說,去保養還是什麼 我... 就是稍微潤滑一下齁 這種東西作動起來 更加... 更加困難 作詞 好,走這樣,我們現在來外面汽車 來汽車 把門開到關的聲音檔 還有那個自動模式的設定 好,順便檢查看有 一些亮燈的晶圓 因為這OBD2款式 有時候剛才拉茲捷車款 比較麻煩 因為有的沒有差 轉速訊號也沒有 甚至還有福特 MK3.5 FOC OBD2一差 顯示引擎故障 那就是OBD2的訊號 就是 沒有相容 沒有相容 沒有相容的時 變成沒什麼使用 就要改造 油門訊號 音樂先給... 我來比較小聲 我們這個遙控器 現在它有... 開到關 我們先... 第二間關閉 因為關閉的時候 就是... 有指令音 你現在車來聽的聲音也比較小聲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聲音包現在有切掉 它的聲音會比... 原裝比較大一點點 差異性是這樣 現在... 現在東方燈 好... 閉門關閉 要不然等一下稍微加速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手機在固定 沒辦法掉下去 好來... 一樣 關閉 我要用靜止好了 靜止的... 加速 關閉 第二顆鍵關閉 好來...加速 好來... 這就是... 洗車的... 的... 的部分 好... 行進間這個... 可以隨時找這個都沒關係 哦... 直接開啟 哦... 攏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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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落差... 聲音的落差程度 跟它的... 那個... 你會覺得它的增壓效率會比較好啦 因為... 渦輪增壓車款...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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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 為什麽... 我們等一下... 就是... 我們還會調自動模式 自動模式... 就是... 呃... 一般... 我們... 設定大概在... 三千轉的... 位子啦... 它剛好... 因為你... 起步... 到... 3000轉之前... 最好是... 現在... 現在也是一樣行進間啦 行進間我們直接來做設定電視的啦 自動模式是第四顆 它有兩個聲音 一個高音一個低音 我們要選低音來做排氣閥門的設置 手機還不知道有聽不懂啦 我再試一次 好 現在進入排氣閥門的設定方式 我待會轉速到3000轉 把C設置進去 這就是 就是要控制盒記住 在3000轉的過後 把門的打開 我現在稍微加速一下 C設置囉 好 這樣設定到完成 我待會轉個鏡頭 轉個鏡頭看看儀表板的指針 好 再來 現在 鏡頭把它抖過來 讓我們看儀表板 這樣比較清楚 現在3000轉1 反門外條的 稍微吹一下 它有兩顆 有跳的變聲嗎 它這個到3000轉1上 就是自己自動的打開 那我這次 我現在轉速落過的就是 反門又自己合起來 這台車 這台車頭前端子這邊的車 這台車都這樣 端子那小巴 它幫助開 那些板就是部板 部板 這都可以 就是 改做卡全組 還是說 更水好的部板 它都可以改善 這台車 通邊 今天以上就是U7 納刺捷U7 改裝Armor排氣閥門 看看我們的新招牌 現在整個就搞定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感謝 感謝